怪怪的书 描述的 就在殷洪旭到达景德镇的同一年 沿着同一条江 在同一个码头上 下了一位朝廷命官 将其熏赋 郎亭吉 按说新官上任 巡视所属 理所应当 但是不久 这位大员高官就脱下朝服 钻进窑场 原来他另有重任 于是一座古镇 两个外来人 一个寿命于皇帝 一个代表着教会 一中一阳 低头不见 抬头见 却奔向同一种物件 瓷器 区别是 殷洪旭还在偷学词意 郎亭吉却要推陈出新 殷洪旭要的是商品 郎亭吉求的是经典 恰恰体现出那个时代 此期的两种命运 一枪之隔 明争暗斗 有记载言 殷洪旭曾经委托 郎亭吉向皇帝 进献66瓶 法国葡萄酒 两人竟然在 康熙的酒杯中 同窗一梦 然而这场辞职战 似乎还不够热闹 同一时期 在地球另一段 一位名叫波特格的炼金师 也在祈祷 他的诉求 还是瓷器 德雷斯顿是德国第二大城市 这座建于十三世纪 历经四百年才完工的 德雷斯顿城堡 通体用火山石铸成 岁月洗礼 只怕通体发黑 却见证着这里的风风雨雨 十八世纪初 萨克森君主奥古斯特二世 正为价值连城的瓷器而痴狂 终于他想到波特格 并把他囚禁在城堡中 用炼金术的办法 研制瓷器 一日不成 就一日不得自由 酷格尔斯顿城堡中 在瑞士顿城堡中 和王高斯斯斯顿城堡中 他真是非常地烦心 跟预税的红肠 他想到前面发起 波特格尔斯顿城堡 产生在研制瓷器 为他的国家 为 Saxony 所以他其实 非常地准与 这个丰富汉 让它发现 于是郎亭吉 殷洪旭和波特格 三个不同国度的人 呼吁儿童把自己的命运和瓷器 困在了一起 相比之下 郎亭吉的条件得天堵厚 他拥有动员优势资源的权利 和前人不断积累的经验 因此没费多大功夫 就把二十年前朝廷另一位都谣官 桑英选创烧的康熙五彩 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康熙时期 中国瓷器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西方人甚至以偏概全地称康熙五彩 为康熙美术 甚至中国美术 它标志着五彩词的成熟与极致 并直接影响了随后的 粉彩 法郎彩 和广彩词 当这种艺术结晶 飘扬过海 加上沿途的损耗与风险 自然成为欧洲人所说的 白色黄金 奥古斯特二世的如痴如醉 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英国巴斯 货本博物馆 十九世纪时 英国富商货本 在印度凭借地缘优势 购买了大量中国瓷器 并把它们带回英格兰 其中不少精品 就收藏在这座博物馆中 购买了 这些东西是中国货本货 製成为荧尖 尤其是欧洲市场 如果我们转移 它们全都破坏了 但因为它们的货本货 并不是货本货 并不是货本货 而因为它们没有很强烈的 货本货 即便在瓷器的原产地中国 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 在卢景明先生的收藏中 五彩瓷琳琅满目 其中这件叶列图瓷盘 最令它珍视 原因却在于它的背面 这直径近四十厘米的瓷盘 竟然是用犬牙交错的巨钉 拼合起来的 当初它的拥有者 若没有父母般的爱心 怎么会如此避肘自珍 它和大洋彼岸那件瓷盘 形影相调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这块盘子呢 居然碎了鞠 鞠了碎 上面有多达八十三个鞠子 那么可想 这块盘子原来的主人 对这块盘子 倾注的情感和喜爱程度 不是这块盘子怎么样 而是这些鞠子感动了我 当年的靖德镇 尽管狼亭级出战告捷 但真正的挑战尚未开始 而在德雷斯顿 那位犹如囚徒的波特格 却仍然在暗无天日中 一筹莫展 他已经把练金书的三头六臂 朝朝事故 但那巫术般的试验 难以解析瓷器的成分 1694年 一位法国学者认为 中国瓷器是由贝壳之类做成的 这是当时西方世界的普遍认知 如此误导 波特格当然是一头无水 他似乎又在重走意大利人 与荷兰人仿制瓷器的老路 同样的难题 也是殷红旭最头疼的 但他比波特格幸运得多 尽管他也只能暗渡陈仓 但至少可以随便行走 而且身处此都 尽水楼台 这一天他终于从瑶宫口中听到高岭一次 奇迷的神经告诉他 他已经接近藏宝的大门 于是寻踪而去 终于在群山中找到一座名为高岭的村庄 可以想见 当他在村外第一次看到原生派的高岭土石 尽管外表还保持着神父的矜持 内心却早已欣喜若狂了 一座名为高岭的高岭和高岭的高岭 在两个国家里面购买了几年 一些鸡鸡鸡的鸡鸡 他们带到他们的国家 去做的鸡鸡鸡 这平时的语言 却倒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白短子的延展力和硬度 都不足以烧至真正的硬质瓷器 我猜想这个是一个农业大帝国 他对于自己的安全 国家安全的 这是他思考的一个脉络 他倒不是说是这个商业秘密 这么重要 我要保护这一个商业秘密 他什么都保护的 尽管中国人并没有刻意保密 但高领土确实是中国瓷器 一千多年独占凹凸的关键所在 然而当殷红旭踏破铁鞋 终于窥破天机时 却反而更加减小甚微 因为他必须搞清高领土 在瓷器中的配比 在瓷器中的处理